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电 但电是怎么来的呢 只要插上插座 自然就会有电了吗 目前电力的来源 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发电厂 电力生产后 经过输送 分配 以及多次的变压转换 连接到家中的插座 整个系统称之为电网 这样的系统 一向运作相当良好 稳定 但是德国人发现 当他们开始重新思考 要如何大量运用 更干净的能源时 却发现 传统的电力系统 是改革路上的绊脚石 过去 电厂发电 由电网输送用电的模式 可能将要改变了 因为用电的民众 可能同时自己也会发电 因此 更聪明的电网 可以双向输送 甚至 还有储存 调配的功能 所以德国 与欧洲 其他的国家 已经开始在 合作 发展联合电网了 也就是说 挪威剩余的 干净电力 可以运往德国 而德国 多余的电力呢 也可以运到挪威 互通有无 平衡共虚